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又在他们以上立总长三人 但以理在其中 使总督在他们三人面前回复事务 免得王受亏损 因这但以理有美好的灵性 所以显然超乎其余的总长和总督 王又想立他治理通国 那时 总长和总督寻找但以理误国的把柄 未要参他 只是找不着他的错误过失 因他忠心办事 毫无错误过失 我们来看一下第六章 巴比伦帝国一夜之间就灭亡了 现在是这个波斯马代 这个国王是大利乌王 大利乌王其实就是古列王 那古列王呢 他原本是在今天伊朗南部 那个地方叫波斯里面的一个部落 后来呢 他就攻下了整个这个波斯 然后呢 进一步往伊朗的北部叫做马代 那马代的国王是他的外公 所以他后来也征服了马代 所以他是波斯王 他也是马代王 那他们在进攻这个巴比伦城的时候 那一天晚上 可能也是巴比伦的一个宗教的一个节庆 那大军围城 可是波斯莎王在那一天 其实是在相当的一个惊恐跟压力之下 可是呢 他没有来寻求神 他反而是显出他的一种极度的狂妄 那里面有非常复杂的一些历史背景 其实这个波斯莎王 他并不是真正的 这个巴比伦帝国的国王 他是一个摄政王 为什么是摄政王呢 因为他的父亲叫拿波尼度 那拿波尼度呢 他是尼布蒋尼萨的女婿 尼布蒋尼萨他把传位给他的儿子之后 就被暗杀了 后来又几经变乱 后来这个拿波尼度这个女婿 拿到这个巴比伦帝国的这个统治权 可是呢 他自己本身是一个狂热的 一个月亮之神的一个崇拜者 所以呢 他就不喜欢原本的 这个巴比伦的这些偶像神明 他干脆也不要住在巴比伦 他住到阿拉伯的那个沙漠地区去了 就把这个国家的事情都交给他的儿子 波莎莎 所以呢 当波莎莎在面临波斯人大军围城的时候 他呢 基本上在一种压力跟惊恐之下 二方面又想要团结这个巴比伦城的人 不要投降 所以呢 他很可能就在那个庆的场合 要再一次来恢复巴比伦这些偶像神明的 这样的一个崇拜 但是呢 他做的一件事情是非常不应该的 他竟然到这个神庙里面去把以前 从这个耶路撒冷圣殿俘虏过来的 这个耶路撒冷圣殿里面的这个器皿 贵重器皿 把他拿出来当作酒杯 然后再跟他的一千大臣在那边狂饮干杯 庆祝这个他们自己偶像的节庆 这个就大大的怎么样 惹动了这个耶路撒的愤怒 所以呢 这个当天晚上 上帝就审判他 他就被杀了 当天晚上这个波斯帝国的军队 他们就把这个诱发拉底河改了河道 以至于原本诱发拉底河 这个河水是在保护巴比伦城 结果河水干掉了 所以他们就顺利的进攻进去 再加上巴比伦城的这些百姓和这些祭司 很多都不喜欢这个拿波尼渡 所以呢 这个很快也就都投降了 好 那这就是他的一个背景 那在这个巴比伦国灭亡的那一个晚上 因为这个但以理解释了 上帝的有一个手指头 在这个墙壁上写的字 要审判这个勃沙沙王 他把他解出来 而勃沙沙王就照着之前的承诺 有谁能够把他解开 就让他在他的国里面名列第三 第一就是他的父亲拿波尼渡 第二就是他自己勃沙沙 第三就是但以理 所以呢 但以理那天晚上因为这样的一个缘故 被立为国中第三的 而隔天整个巴比伦帝国就没有了 他就变成原本巴比伦帝国里面国中第一的 所以呢 这个波斯玛代王呢 这个占领了巴比伦之后 就立这个旧的巴比伦里面变成通国第一的 但以理为统治整个新波斯帝国里面最高的三个总长的其中一位 甚至还想立他为总长的总长 这是整个故事背景 但是呢 这其他的这些总长啊 总督啊 他们都很嫉妒怎么样 但以理想办法要害他 结果呢 发现但以理这个人怎么样 灵性美好 品格美好 办事中心 道德品性都良好 找不到任何把柄 所以呢 他们就想说该怎么办来 陷害但以理呢 那些人便说 我们要找掺着但以理的把柄 除非在他神的律法中就寻不着 于是 总长和总督纷纷聚集来见王 愿大力无王万岁 国中的总长 钦差 总督 谋士和巡抚彼此商议 要立一条坚定的禁令 三十日内不拘何人 若在王以外 或向神或向人求什么 就必扔在狮子坑中 王啊 现在求你立这禁令加盖玉玺 使禁令绝不更改 照马代和波斯人的立是不可更改的 于是 大力无王立这禁令加盖玉玺 那时的总长跟总督要找他的过失 找不到 到第五节那些人便说 但以理是一个敬虔敬畏耶和华的人 所以要找他的把柄除非在他神的律法中就寻不着 就是要透过但以理的信仰 然后来找把柄陷害但以理 于是呢 总长跟总督纷纷聚集来敬王说 愿大力无王万岁 国中的总长钦差总督谋士和巡抚彼此商议 这是骗人的 因为总长总共有三个 有一个总长叫但以理 他并没有参与这个事情 他根本不知道其他人要陷害他 所以这些另外两个总长就骗国王说 所有的总长们跟所有的总督们 要请王制定一条新的法律 那要立一条坚定的禁令 三十日之内不管是什么人 若在王以外或向神或向人求什么 就必扔在狮子坑中 王啊现在求你立这条禁令 加盖你的玉玺 使禁令绝不更改 照着我们马代跟波斯人的立 是不可更改的 于是大力无王就立这条禁令 加盖玉玺 哇好读的一条计谋 利用国王刚上台 里面安全感 安全感还没有建立 因此呢这些大臣们 就跟国王建议说 立一条法律 现在这个大事才刚底定 人心怎么样浮动 要立一个法律三十天之内 不准任何的人民 向他们自己国家的神明 或向任何人来敬拜 可能包括一些逃亡的 王公贵族 王爷 或是落跑的国王 都不准 不准像你 这个大力无王以外的 任何的神明或是贵族 敬拜 那为者就把他处死 丢到这个狮子坑里面 但以理知道 这禁令盖了玉玺 就到自己家里 他楼上的窗户 开向耶路撒冷 一日三次 双膝跪在他神面前 祷告感谢 与肃长一样 那些人就纷纷聚集 见但以理在他神面前 祈祷恳求 他们便进到王前 提王的禁令 说 王啊 三十日内不拘何人 若在王以外 或向神 或向人求神马 必被扔在狮子坑中 王不是在这禁令上 盖了玉玺吗 时有这事 照马代和波斯人的力 是不可更改的 王啊 那被掳之犹大人中的 但以理不理你 也不遵你盖了玉玺的禁令 他竟一日三次祈祷 王听见这话 就甚愁烦 一心要救但以理 筹划解救他 直到日落的时候 那些人就纷纷聚集 来见王 王啊 当知道马代人 和波斯人有力 凡王所立的禁令 和律令都不可更改 王下令 人就把但以理带来 扔在狮子坑中 王对但以理说 你所尝侍奉的神 他必救你 有人搬石头放在坑口 王用自己的喜和大臣的印 封闭那坑 使承办但以理的事 毫无更改 第十节 但以理 听到了 知道了这个禁令 也知道这个禁令 国王批准了盖了玉玺 但是他呢 就继续照往常一样 来到自己的家里面 他家的楼上的窗户 的阁楼 楼上的阁楼的窗户 开向耶路撒冷 他自己就是平常就是一天有三次 双妻跪在他的神的面前 祷告感谢 他今天知道这条命令已经怎么样 被王核准了 他仍然没有改变 他仍然与树长一样 所以当那些人呢 在王批准这条命令之后 立刻所有人就来到但以理的家 的前面 要看看但以理 还有没有 要继续敬拜他的耶和华 到底但以理 是要忠于他神的律法 还是但以理 要忠于大力乌王的新的律法 所以他们就在那边看说 但以理你要怎么样 哎呀 结果呢 看见但以理 在他神面前祈祷恳求 哇 这些坏人就开心了 好我们亲眼看见了 但以理 他只愿意遵守他神的律法 他不愿意遵守王的律法 太好了 他们就到王的面前 提王的禁令说 王啊三十日内不居和人 若在王以外 向神或向人求什么 必被扔在狮子坑中 王不是在这禁令上面 还盖了玉玺吗 王回答说 嗯 确实有这样的事 而且照着马带跟波斯人的利 是不可以更改的 他们就对王说 王啊 那被掳之犹大人中的 但以理不理你啊 也不遵行你盖了玉玺的禁令 他竟然一天三次祈祷 啊 王听见这话 就胜仇烦 王就知道 他被设计了 所以他一心想要 找办法救但以理 筹划解救他 但是直到日落的时候怎么样 都找不出办法来 你看这一天就要过去了 王又无法收回他的法律 十五节 那些人就纷纷聚集给国王压力说 王啊 你当知道 马带人跟波斯人有利 凡王所立的禁令 跟利率都不可更改 国王面对一个很大的压力 他自己所颁布的命令 如果不执行 他才刚 这个 得到这个 天下 才刚打败这个巴比伦 如果他说话不算话 那以后没有人会把他当一回事 所以他在这种压力之下 十六节 王就下令 人就把但以理带来 扔在狮子坑中 王就对但以理说 你所藏侍奉的神 他必救你 有人就搬石头 放在坑的口 把坑封起来 让但以理逃不出来 王用自己的玉玺跟大臣的印 封闭那坑 使惩办但以理的事 毫无更改 哇 这个但以理这时候 可能有八十岁了 一个老人家 然后呢 被陷害 这个国王也连带被设计 国王 没有办法之下 只好把但以理 丢到石子坑里面 那到底但以理 结局下场会如何呢 再来我们也去 思考一件事情 就是 到底我们是要 忠于神的律法 还是当这个世界的律法 世界的价值观 跟神的律法 有冲突的时候 甚至这个世界的律法 会禁止或是逼迫 或是强迫我们 强逼我们 不来遵行神的命令 不来遵行神的真理的教导 那我们该怎么办 如果我们 向世界的这个规则 妥协的话 注意哦 这些规则指的是 他明显的违背了 我们信仰的良心 我们信仰的神的 这些神的教导和真理 我们该怎么办 但以理 他也知道大家要害他 但他选择 他仍然忠于 他的信仰 他的上帝 我们一起来祷告 主啊 我们在你面前来祷告 求你帮助我们 学习但以理的榜样 他从十几岁 被掳到巴比伦王宫 一直到他八十岁 主啊 在这个 波斯玛代的宫廷里面 主啊 他都没有改变 他向神忠心 的这样的一个态度 主啊 也唯有一个 向神忠心的人 才会真正的 向王忠心 主啊 经文告诉我们 但以理 办事忠心 因此我们在 这个生命里面 是一个对神 负责任 对神 敞开的人 主我们 对人 对其他的事情 我们的态度 就是会忠心 良善 主你也帮助我们 主啊 面对许多的压力 和威吓的时候 让我们可以选择 像但以理一样 即便如此 我们的神 能够救我们 即或不然 我们的神 没有照我们 所以为的方式 来救我们 我们仍然 不放弃 我们的原则 我们的信仰 因为神 你仍然掌权 求主帮助我们 奉主耶稣的名祷告 阿们 愿神祝福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